第四千九百零九集 帝氏万叶啊的一声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肉身神魂在滚烫的灵水蒸煮下 无比疼痛 帝氏天目光平静 冷眼看着这一幕 三个时辰后 帝氏万叶被活生生地煮死了 他的肉身被羽黄谷地 浇灌了无数精华与材料 重铸成一副流离无瑕的法身 帝氏天 这就是你新的肉身 希望你会满意 羽黄谷地一笑道 多谢了 帝氏天淡淡一攻守 算是谢过 内心也有一丝唏嘘之感 自己家的老祖宗 就这样在自己眼前 活生生地被烹死 老祖宗的身体 成了自己新的肉身 曾经破灭的理想 此刻又有了实现的希望 帝氏天心里也是百感交集 羽黄谷地手掌一挥 帝氏天的魂魄 便融合到帝氏万叶的肉身里去 融合的过程非常顺利 毕竟两人的血脉是同出一缘 帝氏万叶的肉身 五官一阵扭曲 很快就变化成了帝氏天的模样 头发也变成了白发 帝氏天从药顶里走出来 又恢复了昔日风度翩翩 雌雄莫变 淡雅沉稳的模样 他继承了帝氏万叶的部分修为 此刻一步登天 拥有了天君一层天的实力 在帝氏天的身躯上 还有一片片的枫叶 一缕缕的红莲夜火在飘荡着 帝氏万叶的神通 九天神术之一 满珠沙华精 也被他继承了 这一刻帝氏天 就是九天神术的执掌者 千条狭彩 万道锐气 从帝氏天的身躯上弥漫出来 浩浩荡荡地震彻云霄 帝氏天仰望着天穷 无尽感叹 宇皇谷帝鸡长大笑道 好 很好 融合得很顺利 帝氏天 祝贺你获得了新生 顿了顿 于皇谷帝又抽出一把剑 赠送出去道 这把剑 是我杀死人家的老祖 任独行 用他的遗骨铸造的 那人家老祖是无量强者 他的遗骨能量非同小可 此剑也可称得上是无量神器 我便赠予给你 帝氏天抄手接过 剑长三尺 锋芒滚滚 在靠近剑柄的地方 镌刻着独孤二祖 是昔日人家老祖的天君称号 昔日的人家老祖 独孤天君 人独行 今日已经死去 以骨被铸造成剑 帝氏天收好独孤剑 又拱手谢过 宇皇谷帝笑道 你便回你帝氏家族吧 见见你在太上世界的亲属 我已在你的体内种下了禁制 你今天刚刚重生 先熟悉一下身体修为 再熟悉熟悉 太上世界的法则 如果有什么任务 我会再召见你 帝氏天略意感应 果然发现在自己头顶上 就在头骨之中烙印的一道禁制 旧圈刻在头骨枷锁之中 当年帝氏万叶斩家 头骨枷锁还没斩断 即便肉身重铸 枷锁仍在 宇皇谷帝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引爆禁制 让帝氏天神魂俱灭 帝氏天倒也不慌 平静自如 拱手辞别宇皇谷帝 离开了万须神殿 此时的叶辰自然不知道 帝氏天已经重生 他从五渊世界 枕妖邻里传送出来后 便是来到了一处未知的地界 这处地界 叶辰也不知道在哪里 毕竟诸天万界浩瀚无边 戒海的一滴水 就是一个宇宙 纵使是无量强者 也不可能窥探清楚 整个万界的奥秘 叶辰定了定神 略意感应 便是在茫茫世界之中 锁定住黑暗近海 北蒙祖地的位置 当下便想撕裂虚空离开 但是骤然间 叶辰捕捉到 在这片地界深处 传出一丝隐晦的灵气波动 那一丝灵气波动 让得他的轮回圣魂天 也是发出了共鸣 是地狱魂道的气息 叶辰大惊 他的轮回圣魂天 目前已经收集了 五块魂道碎片 还差最后一块地狱魂道 没有收集完成 此刻 叶辰分明感觉到 在这片世界的深处 有着地狱魂道的气息波动 真是踏破铁锡 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居然能在此间 撞到地狱魂道的机缘 叶辰内心喜悦 轮回不愧是身负大气云 居然如此巧妙 就撞到了地狱魂道的机缘 既然机缘就在眼前 叶辰自然不会错过 当即拔出轮回天剑 保护住自身 小心翼翼地往前行进 如果能找到地狱魂道的碎片 轮回圣魂天 就能彻底恢复完整 完整的轮回圣魂天 那可是曾经三十三天 太上神器 排名第一的存在 一旦恢复 轮回魂体的威能 足以轻松碾碎 普通的天君 而且轮回圣魂天 复原的话 将来叶辰斩家 也能得到巨大的增益 叶辰小心前行 粗略感应 这片地界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大概相当于 地球华夏的面积 叶辰渐行渐深 却发现四周 有淡淡的星月光辉 在缓缓地流转着 点点星光如萤火虫 月光又如痞恋 然而抬头看天 却是黑沉沉 虚无无的一片 那星月的光辉 竟是从地脉深处 释放出来的 这片地界的地脉 带有古老的星月能量 这星月能量 好熟悉的感觉 与弱雪身上的 倒是有些共通之处 叶辰想起了夏弱雪 夏弱雪炼成了 太上星西道 现在周围的星月能量 便与太上星西道的因果 有着一丝渊源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叶辰眉头紧重 试图推演天机 但发现此地因果缥缈 岁月太久远了 一切痕迹都不可寻 轮回天剑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带着惊讶的苍老声音 隐约在虚空里响起 谁 叶辰顿时警惕 提剑环石四周 小有莫慌 老夫没有恶意 四周淡淡的星月光辉里 渐渐地显化出 一个苍老的身影 那是一个 一扇蓝绿的老者 皱纹很是浓重 不知道活了多久岁月 浑身都是沧桑的气息 他的气息又完全 与地脉相容 所以刚刚叶辰 竟是没有发现 他的存在 天旋镜一层天 叶辰仔细捕捉 发现那老者的修为 是天旋一层天 以他目前的实力 一根手指头就可以碾死了 顿时放下心来 老夫这点微莫修为 倒是让轮回之主见笑了 老者笑了笑 目光始终在 叶辰的轮回天剑上面 叶辰还想寻找地狱魂道 当下便拱了拱手 缓人声道 在下叶辰 的确便是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不知老前辈怎么称呼啊 那老者道 老夫古狂 一节苟延残喘的朽木 今日轮回之主 大驾光临 可真是令这片荒废的遗迹 生灰了许多呀 古狂 叶辰听着老者的名字 过有些意外 想不到 这个行将旧墓的老人 有着这么一个 狂放的名字 老前辈 不知这里是什么地方 在下是意外闯入 若有打扰还请见谅 叶辰只想探听地狱魂道的消息 古狂笑道 不打扰不打扰 这地方便是星月神教的一处遗迹 今日轮回降临 乃是本教天大的荣幸 叶辰心中一震 星月神教便是星月女帝 开创的教派嘛 星月神教和夏若雪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 叶辰早就听夏若雪说过 关于星月神教的来龙去脉 夏若雪在炼成太上星西道后 星月灰映 气象震荡诸天万界 引起了太上世界 星月神教的注意 星月神教的老祖宗 星月女帝已经发下神谕 要接夏若雪去太上世界 执掌星月道统 重振神教辉煌 只是星月神教内部有分裂 有人支持夏若雪 有人却想杀掉他 在叶辰心里 自然也不想夏若雪 去太上世界 毕竟他的因果 他可以自己解决 并不需要依赖夏若雪 那古狂听到叶辰的话 也是或有些喜意 轮回之主 也听过我星月神教吗 叶辰道 略有耳闻 古狂呼而又悠悠一叹道 当年我星月神教的教主 星月女帝 为了争夺铁王座 大战诸多无量强者 最终遗憾失败 这片地界 便是我星月神教 曾经的地盘 星月神教鼎盛之时 在诸天万界都有道场 但那一战结束后 女帝教主陨落 我神教元气大伤 被迫放弃了大量道场 只留下太上世界的核心地盘 此方遗迹便是当年的道场之一 叶辰听到这里便是明白过来 原来如此 原来这片地界正是星月神教的遗迹 一处被废弃的道场 虎狂望向远方黑沉沉的虚无 微微一笑道 不过最近 我捕捉到天机 我星月神教快要崛起了 有一位叫夏若雪的女子 得到了星月女帝的青睐 她终将会带领我星月神教 重新走向辉煌 顿了顿 虎狂的目光又落在了夜沉身上 露出一丝狐疑和惊茶 奇怪了 轮回之主 我怎么在你身上捕捉到一丝 与夏若雪有关的因果呢 你认识那女子吗 夜沉咳嗽两声白了白手 前辈 不说这个 祝你神教早日兴复 但我来此地 却与星月无关 而是被一缕地狱的气息所吸引 听到夜沉提及地狱两字 虎狂面容微微色变道 此间的确有地狱的气息 但非常隐晦 想不到居然会被你发现 轮回的感应果然敏锐 夜沉连忙道 前辈 那地狱的气息源自何方 或许和我的轮回之道有关 还请前辈告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